早安 歡迎收看智庫通 作為一間虛擬保險公司的資深顧問曾俊華 大學時主修科技 他這幾十年來看著人工智能的發展 一直抱有興趣 今集智庫通就由他告訴你 金融科技起香港的發展前景 HELLO 大家好 來到智庫通的Fintech全方位 上次跟大家說一間新的虛擬保險公司的成立經過 今天很開心 請來除了有創辦人之外 還有集團的資深顧問 歡迎Fred 你好 亦都歡迎曾先生 你好 其實上次Fred也有跟我們說 為何他有構思去做這間虛擬保險 但反而想問John 你八二年回來香港加入政府 由政務官一路做到司長 17年退休就做了slash一族 即是象象到象象來的 但Fred究竟用了甚麼方法 或者虛擬保險這個範疇 如何去打動你 即各界傳媒都用出山形容你去搞虛擬保險 那我就2017年離開了政府 那我離開政府的時候 我就自己想得很清楚 那我想繼續做些甚麼呢 因為今時今日 根本是沒有一個退休的概念 那就是很多人 就是跟著你 看看有沒有第二條跑道 可以做另一種東西 那我就想清楚 我想做的事就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一定要跟青年有關 那為甚麼青年人呢 不是說所有青年人 但是有些又有熱情 有一個很適合我的初心的青年人 有些熱心可以做一些事 有些社會責任各方面的工作 就是有這些青年人 我會做 第一樣 第二個條件就是一定要跟科技有關 有可能知道 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是讀麻省理工的 即我的背景都是在科技各方面 所以我對這方面一直 我一直看著這方面的雜誌 一些書 所以這方面我都保持到一個 相當大的興趣 那我在七十年代 我們已經開始 看這個人工智能那方面 那個發展 那當時那個方向和現在 當然是很不同的 那第三方面呢 就是我希望我們做些事 就可以顛覆得到 現在現有的市場 在各方面都是 所以如果是適合我這三個條件 那我就會很樂意去參與 其實到今天我參與的事 全部都是有這三個條件 那時候有一個機緣 就很偶然地 就跟Fred和他的同事 大家認識了 大家聊了幾次之後 經過一段時間的了解 那我就覺得這個 都很適合我要求的那些條件 所以我們就 一拍即合 大家一拍即合 Fred 最初找John做資深顧問之前 自己有沒有一些考慮 或者是都有一些想法 就是覺得 為什麼真的這麼想 阿John出生幫忙呢 其實我們都很幸運 遇到阿John 其實都沒有想過一個 這麼先來的人會參與我們 那時候也是剛好在 那個活動那裡認識了 也是在理念那邊 是挺相似的 我們說的時候 一開始又未去到 立即就 立即就 因為沒有想過 但起碼是說一說 其實我們想 阿John的時候 也想聽說我們做什麼 初心是什麼 覺得香港需要什麼 反而是互相認識的那裡開始 去到真的拿到牌子之後 才開始說一說 其實我們發覺 作為一間新的保陰公司 其實信任的信任很重要 我們怎樣去借多些信任回來呢 就是怎樣可以令到 多些人去站台 去令到我們的品牌 多些人認識呢 雖然後面有一間 知名的保陰公司 幫助我們 但是令到如果有一個 知名人士可以 阿索利的職員會 其實都會幫到我們公司很多 所以其實不單是意見那方面 阿John給我們 還有其實很多時候 他都親力親力會 一起出賣來 自己去上陣的 譬如給一個例子 前陣子我們疫情 一起去修製一些收益 那時候我們 源於一個同事本身 是買不到初證回家 所以就想 不如我們自己在世衛那裡 跟著方案去修製吧 找一個貨源那裡 其實很難 但是到最後其實都找到一些 原材料的 那時候就和阿John一起 在MIT Lab那裡 我們去嘗試一起做錯手譯 那所以其實整件事 我會覺得都是 怎樣去 即我們未必在公司 會有很多錢捐出去 但是反而 親力親力做的事 我們其實很肯去做 那這件事其實是一個 幾個例子 就是我們怎樣和阿John 一起去做一些實事 到最後就做5萬支錯手譯 去捐給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但是最初打給阿John 或者是你找他的時候 是很戰戰兢兢的 還是你自己也有 十足的信心 覺得我們理念一字 阿John不會推我的 他們沒有打電話給我的 其實我們就是在一個 一個活動中 大家撞到 大家可以開始談 那一件事 然後就說可以了 還有最初都覺得阿John 比我想說他很友善 感覺上很親民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 幾驚喜 平時都是在報紙才見到他 平時只見到 其實都發覺 他個人是很down to earth 很友善 那些議題性的事 其實大家都可以討論到 其實這個都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其實 那個fit很重要 始終有時候 我覺得不單止剛才那個理念的初心 和我的團隊是否融入到 大家是否真心 他有些事情可以拿出來談 那這些其實全部都很重要 那阿John作為一個資深顧問 亦都是好像一個 爸爸的角色那樣 就是和一群年輕人一起 要照顧一個的BB 照顧到現在 你覺得他開始肥肥白白了嗎 其實就不是好像爸爸那樣的角色 其實是多一個朋友 這樣的角色 其實很多時候我都說 我是對這一代的年輕人 你們這樣的年紀的年輕人 是非常之有信心的 因為這一代的年輕人 是在我們人類歷史裡面那裡 是受教育最高 最高深的一代來的 以前未有一代 是好像今代的年輕人 是受過這麼高深的教育 還有你們也都對 科技的熟悉 是超越過任何一代人的 肯定是超越過我們 還有我們留心得到 就是現在這一代 有些人叫做 GEN Z 就是非常之 對社會責任的方面 是很著重的 所以我對這間公司來說 當然他們整個操作 是有專業人士去做的 我有一個機會 可以跟他們在一起 看著這間公司的成長 我都覺得是很開心的 所以不說是我去照顧這間公司 令到他們長大 但是現在的成長 我們大家很多時間 都要大家聊一下 它的發展怎麼樣 在哪個方向 我們一般來說 都覺得是相當不錯的 是共同成長 即是一齊的 是共同的 Frat在問John的一些意見的時候 或者是暫時的一些相處 給了你什麼啟發 其實過往一年 我們剛剛好 其實這個月就是一周年 我們其實看回… 挺快的 也好像很快 整件事由拿牌 去到剛剛出產品 去到這段時間 其實香港要慢慢認識 這個品牌 其實John都經常提到 我們其實需要很多人 要不停地重複 不停地說 別人才會記得你 因為始終區移本 其實是一件新的事 其實很多人都未必明白 其實是怎麼做的 究竟你會不會理賠 會不會有人跟進 很多問題 要怎樣解決 我們去到這段時間 其實疫情期間 反而見到數字上 是越來越多的上升 我覺得其實反映了 原來多一個線上的option 都挺好的 因為我們傳統線下 一向都運動得很順 去到這段時間 反而人們留在家 亦都同時 他們其實上網 會找回資訊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不單止 網站的瀏覽度 不是銷售上 其實這幾樣東西 都是配數的上升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做初創都要少時間 很難說這段時間 做對了哪件事 但可能一連串 就是因為你的品牌上 你本身的客戶 的滿足是一直都好 其實你可能一些 競爭會到位 亦都產品本身的性價比高 其實很多一連串的事情 如何慢慢做好它 我都覺得其實是一個 長線的投資 我覺得是有少少階段性的勝利 還有在同時 如何去更多人認識的品牌 所以我覺得教育是挺重要的 虛擬科技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新的 如果你問我 其實我們暫時 我們看到的顧客 都是比較金融、科技 比較專業人士 多少少 但如何去到那些 市場市場都知道 如何令到其實上任度 會慢慢提升 這件事我覺得是要少時間 亦都透過不停地做 很多不同的專方 去講回自己的理念 因為現在這一代 我們發覺顧客 其實不單止買你的產品的性價比 其實都是要看你公司的理念 看他覺得是否有心做這件事 我覺得其實本身的品牌 那些東西都很重要 會看上公司的本質 不單止是服務的一個比拼 那張 就像阿Fred所說 一年 一年就給一個評價出來 不如有做得好 或者做得不好的地方 都給一些意見 阿Fred 我們一直都有談的 其實我一直 從讀書以來到現在 我都不相信有成績表 這件事 我覺得不太重要 那你去到學期 有個B加和B減 有什麼大分別呢 其實分別不大 但是反而在你做這個過程裡 你自己看看 我現在做的事情 和我的初心 有沒有很大的分別呢 我們現在走的這條路 是否正確呢 是否達到我們那些短期 或者中期的目的呢 那我相信在這幾方面 我覺得大家都是 所謂on track的 我們都是對的 所以在這幾方面 我們大致都是滿意的 好了 那我們一會回來 還會想看看阿John 對於金融科技 和虛擬發展的一些看法 還有最近阿Fred都說了 就是疫情的影響 各行各業都受到衝擊 但是也會不會為一些 虛擬產品或企業呢 帶來另一個商機呢 稍後回來再談 繼續回來自負通的Fintech全方位 阿John剛才也說起了 令到你首肯去一間公司出任這個資深顧問 其中一個我真的都希望有些顛覆 其實香港人就會覺得自己對保險已經不陌生 甚至乎一個人有幾份保單在手 但其實傳統的保險 和現在我在虛擬了 即網上投保 你覺得最大的分別 或者是虛擬保險 怎樣為這些傳統帶來顛覆呢 其實人家說起傳統保險 其實在香港來說 很多時候人們買保險 就不是以保障為先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保險那裡很多都是投資的 其實絕大多數都是投資的 我們覺得要分清楚 我們做甚麼要買保險呢 買保險就因為要保障自己 那我要保障甚麼呢 那那個應該先行 你做完保障這些工作之後 你開始可以想想 或者我有這些錢 我可以放得開來的 是否可以做一些投資呢 其實兩樣是不同的事 所以我就要強調 我們如果是想著 買保險去做某一件事 我們是否打算去做一個保障的工作呢 所以現在我們在一個虛擬環境裡做這件事 我們做的是一個純粹保障的工作 所以現在我們主要的一個產品 就是醫療 就是在醫療這一項 在醫療這一方面 我們是純粹在這裏 我們在網上做 我們是沒有其他的東西在那裏的 我們也是沒有一個經紀 是一個中間人在那裏 所以直接是由一個顧客和公司 一個直接的聯絡 所以變成了很多的價錢 在那方面來說 是比較便宜的 以及比較直接的 我們也看得到 很多去買保險的人 就是很清晰地看過整個保單 是補甚麼的 那很多時候我都覺得 很多人去買保險 因為有個經紀 解釋給你聽 你其實… 信了他 信了他 其實你沒有聽到 是裏面有甚麼的 甚至現在有很多人 或者公司有保險的 那你們有多少個人 真是了解公司 是補到你那些甚麼 那所以我覺得 現在要買這個保險 我們是要看清楚 這個是補到你那些甚麼 不要等到你 那件事發生的時候 那你去到說 原來是不補的 那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東西有很多條件 都是避開這些東西 所以要更加深入去了解這件事 我相信一個虛擬的平台 是可以提供到這一方面的好處 其實是否都會期望 就是公司 或者是虛擬保險的平台 可以改善民生的一些需要 我相信可以幫幫助得到的 因為這些很多… 例如這個在現在來說 我們是可以以一個最低的價錢 買到最大的保險 就是一個比較商業 這樣來說 你可以… 對每一個人來說 這個是重要的 那… 這裡就可以… 給人提供到有一個保險 現在… 我們現在這個… 醫保這一方面 就是給人多一個選擇 不是說只是去公營的醫療機構 那裡去… 去…去接受到這些服務 你去到私人的醫院 那裡也可以提供得到 但是你也有一個保險 可以保障得到 你得到這一類這樣的服務 那這裡我相信 對整體的民生來說 是… 是… 有一個好處的 那… 最近其實大家對於保險 或者醫療的需求 當然也是因應著疫情的發展 似乎是真的有所提高的 那我聽阿Fred說 譬如說 搜尋都比較上是多了 那…究竟怎樣在這些… 就是疫情當中打好這一場 很多中小企 或者是甚至乎 就是初創的企業都會很害怕 就是這場硬仗好像很難打 就是經濟可能會差的時間 是屬於真的比較長一些的 阿Fred說 過去都見證著很多的 真是起起落落了 就是你認為 中小企怎樣去捱過這場仗 這個… 其實在香港我們在過去 九個月、十個月 有些社會的事件 加上現在這個疫情 是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那很多這些時間 我們都是要… 要找一些… 就是另一類的途徑 去…去做我們平時做的事情 那…尤其是現在 因為是有個疫情 那…變了很多… 例如學生仔 沒有學會 大家都說 WFH Work from Home 那個人在家裡做事 那很多事情呢 你就是要… 去…去追求一些… 另外一些平台呢 是去… 去…去做你平時要做的事情 那… 那… 所以… 現在就是… 很明顯的 大家就變了… 那個… 依靠… 去到… 一個… 互聯網 上面那裡 就做很多以前做的事情 那… 這個其實是… 你會… 首要的所有… 中小企也好 其他公司也好 是一個… 首要的… 選擇 是你找… 在互聯網那裡 可以做到你… 以前做到那些… 那些事情 那… 這個是重要的 那… 那… 但是… 我們整個保險公司呢 都是基於… 那個… 互聯網那裡 是一個… 案內的… 一盤生意 那… 所以… 在這方面呢 我們都是… 發展得好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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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这些选择变了一个比较主流化 这些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 不过其实对很多其他的中小企业来说 他们都要开始看看是否有其他的方式 例如在互联网可以做得到 小孩子要在网上学习 这里也是带起很多种不同的新生意 当然有些旧有所谓传统的做法是要改变的 你要做些新的 你要设置一些新的科技平台 一些不同的人才 或者一些不同的方法去推行这些东西 这些对现在的职业来说是有影响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未必是受了这些训练 不过一个更重要的讯息 就是很多在现在 这些所谓有些危机 又有这些情况之下 才是开始做那些东西 不会因为这个危机结束了 就会不见了 就不会没有用的 就不会的 还有那些人不会放弃不用 这些东西是会继续的 以前很多的东西就会改变了 所以这些有可能是一个新的发展 所以如果是现在需要做这些东西 我也会鼓励中小企 大家都要快点去学习 如何投入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在这件事情 结束之后是会持续的 是会以后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模式去做的 是否也改变了你 其实也 其实我们用这些网上的东西 都用了很久 这个也是改变我很多的 因为近这几个星期 很多的会议 大家见面的东西 都被禁止了 多数都是在网上 在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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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见面 反而 还睡少了 因为很多 在外国的朋友 大家见面 最好时间 就是早上一两点 很多这些东西 都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但说到改变的话 其实科技 为金融行业 带来的改变 都认真不少 究竟 Fintech 在香港可以如何发展 阿John 稍后回来 我们就谈谈这个话题 继续回来 至普通的Fintech全方位 阿John 我看了你一条短片 就是香港的三十年远景 我想问一下 如果在金融科技的发展 真的要看得比较远一点 三十年间 你觉得发展阶段 会是怎样呢 其实 其实 金融科技 在香港来说 都不是说新东西 你说ATM 是不是金融科技呢 这个都在香港 都几十年了 每间银行 以前 个个都有一个 online banking 这些都是金融科技 这些都是金融科技 来的 其实金融科技 在香港 都推行了很久 但是我相信 在以后 很多事情 就更加是会在online那里 会发生 就少了一些面对面的 很多的操作 这个就会是必然的 还有很多事情 都会更加自动化 因为很多人工智能方面 可以代替了很多现行的操作 你甚至说 在一些 你不用ATM 你去到 现在很多银行 那里还有一个人 坐在那里跟你对面 但是 那个你可以 亦都在银幕上面 那里 跟一个 机械人 说 是一样的 很多这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 是以后都会发生的 那很多人会担心 就是现在 是不是很多工作 是会被 一些人工智能 被一些 机械人 这方面是代替了的 那其实 这个会是 但是 我相信 更加多工作 会走出来 是会 是需要 其他的人 去 去继续持续下去 不过 其实 通常都是 有危置不然有机 大家 不要说 每次都想很多威胁 取代 去看这件事 但是其实 会带来很多的便捷 亦都是 希望 令到大家的生活质素 有所提升 不过 我们接触很多 金融科技 这个领域的 一些初创公司 其实他们 真的面对 一些难题 就是 不知如何去找 合适的人才 尤其是他们 在香港的情况 就是 很多大的 金融机构 其实都主力 去发展 报复加快 都在Fintech 这一边 如果大家就抢人了 然后 到要选择的时候 便会觉得 大公司的吸引力 可能真的高一点 如何去找到 合适的人才 或者有什么意见 给初创公司 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太过执着 如果我要请个人 回来做金融科技 他是要在大学那里 有个金融科技的行为 其实很多大学 根本没有这样的行为 其实我想更加重要的 就是一个人的 基本上的能力 今时今日 香港人都活到八十多岁 平均 有一半人是超过八十多岁 我想每一个人 在一生之中 就不会做一份工 我相信 会做很多不同的一份工 就是你会不停地 去学习新的东西 所以我想 很多这些 就是中小企来说 你不需要 一定要去聘请 一个很专门 做这一件事的人 其实反而 你找一个人 是有那份热情 有一个很合适 和你的公司的概念 理念一致 一致的人 他来到去学习 其实不是困难的东西 很多这些东西 是可以很快 可以学到 反而如果 一帮人 就是大家 有相同理念的话 我相信 尤其是一间小的公司 他的发展 是会更加更加好的 齐心就事成 和一起共同成长 整个团结精神 好像更加紧密 不过 你作为一个 就是一个虚拟平台 保险公司的资深顾问 你们就是一个 比较上 亦都可以创新 大胆一点的想法 想问一下John 就是让你去设计 或者是让你天马行空去想 就是真的要为一件事 或者一个人去投保的话 就是要和传统的人寿 或者医疗保障不同 你很想为些什么去投保 去投保? 如果要投保 当然是要投保一些 你觉得是珍贵的东西 对你是很重要的东西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的初心 如果我要再去找 保险公司和我投保的话 我希望它可以 补到我的初心 保额要很大 未必的 看它怎样去计算 要找阿Fred这些正算师 去计算一计算 怎样去做才行 好 今天亦都多谢John的分享 希望未来 除了说是你们这个公司之外 整个香港的金融市场 在金融科技带领下 都可以有另一个阶段的发展 亦都好像阿Fred所说 我们希望在不同阶段里面 都随得胜利 多谢John 多谢 大家记住都要支持一下